好 先跳身分好 我是A 又是張仁 然後我這邊走10號 我想說還是先直接跳就好 因為我怕等一下 因為土地有一員家嘛 是很優秀的 那反正一時兩個就是好人 我剛剛就是在名牌的時候 最好奇想要聽的還有是3號 因為是3號的那個 所以其實他的名牌完全是 完全是看不出 他現在就是一直前後動 所以我水包的話 往後變得太多 但是我 因為我第二段發言 我就直接丟個 首先我覺得 我第一個應該處理的事情 應該是我們家的Wi-Fi 我受夠了 我 我真的受夠了 我還多花錢 我還是花 我還是多加 他還說什麼 我這樣還比較快什麼什麼 因為我很常要上傳很大的檔案 然後只有搞給我這種 光是視訊就會Lag 我是滿火大 好 哪一家的 而且重點是 而且我還裝兩台Wi-Fi機 我客廳一台 然後我中間一台 我就是為了不要斷 結果還搞這種飛機 OK 然後現在我連我手機的網路 搞這飛機 好 4號 他應該是我們裡面看完牌 最快 最快放下來 然後再看大家的人 因為他就是一看完 然後馬上就開始看大家 所以 4號在我這邊我也覺得滿好的 所以我等一下會著重聽一下 剩下的5 6 7號的發言 因為我覺得可能後面 5 6 7裡面應該會有 一郎兩郎之類的 前面錄影的時候 然後我剛剛立刻看 我想要查誰 因為他的網數實在經常定在 在一個真的無法判斷的 那個神情上面 所以我剛剛查了3號 3號你查殺耶 你還在那邊 還在那邊 而且你還可以懷疑 1時 這個黑市商人跟那個3號 你的網速真的不行 然後你還看到我好 我的確是預言家沒錯